我們現在要拆這個煞車盤 那這個煞車呢 原則上你看卡鉗是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卡鉗呢 在夾煞的時候 它是會左右滑移的 進入一個跟這個碟盤完全正中央的位置 那左右 這個外框是固定的 固定到後面這個 這個輪軸上 所以呢你現在要拆這個盤子的時候呢 除了拆這個螺絲以外 你要拿出來一定必須把這個外框給拆掉 這外框是連同它這個滑軌啊 跟卡鉗一起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從後面把兩個螺絲拆掉之後呢 整顆煞車整個總存把它拆出來 首先先把這個 這個活塞喔 給它頂回去 你看喔 你看喔 這個左右這個地方是固定的 中間這個是會移動的 你看喔 有沒有 好我這樣把它推出去 好就是它另外一邊 我們從這邊看 從這邊看 好我們看活塞的油阿剛在這裡 把它頂出來 頂出來之後呢 它本身 好會向後退 那後退的時候是剛好夾到這一面的 這一面的這個來令片嘛 好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擠回去 有沒有 就擠回去 好這樣就到底囉 因為煞車皮很薄了 所以呢它才有那麼大的一個空間 好 然後我們再把這邊 好 兩顆16號的螺絲 把它拆除 這個整顆就可以拆起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 這個 把這個後方螺絲拆開來 好整個就可以下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我們看到這卡鉗的背後 這兩個這個護蓋把它打開來 好這是一個 裡面是一個滑槽 好 讓這個 讓這個盤子呢 讓這個卡鉗呢 能夠前後移動 好就是活塞在作用的時候 可以前後移動 那有時候我們講說這個 煞車可能用久 有時候會嘰嘰叫啊 有時候常常也跟這一個滑槽 這個橡皮有關 好我們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樣拆下來了 好這樣拆下來了 就是 好插在這裡頭 好插在這裡頭 然後讓這個 好可以前後移動 好就隨著你的踩踏 隨著你的煞車皮的厚度的改變 好在這邊滑動 好那我們現在把新的煞車皮裝上去 好我們看到這裡 這個就是活塞 好這個活塞 那旁邊呢 有這一個防塵套 好防塵套 好當這個煞車踩踏的時候 油進去 這個活塞呢就會被擠出來 擠出來之後呢 就會推動煞車皮 好推這話是往後退 往後退的時候呢 這邊等於就往內擠 那疊盤在中間嘛 就等於一個往前推 一個往內推 夾在中間的疊盤就會煞車 好助動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把新的煞車皮裝上去 好那我們看煞車皮呢 這個 一般我們說是不是原廠最好啊 原則上當然是啊 但這個就是一般原廠的OEM 這個一般德國的都是這一個Tekstar 好跟Judy比較多 我們用Tekstar的齁 好那這有兩種齁 你看後面一個有爪一個沒有爪嘛 好油爪就推到活塞裡頭 好那沒有爪的呢 但就另外一側囉 好沒有爪就直接放到 放到這個位置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因為這個疊盤不是全新的 還是有一點輕微的濕溝 那所以我們通常會在這內外側 好內外側做點倒角 好要不然的話你看 它的內外側因為被你這個 兩邊吃溝突幾步碰到 會剛開始會有點 煞車踩不住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做點倒角 好可以要稍微刮一刮 或是用砂紙磨都可以 這會減少 減端你這個磨合的時間 好這樣就好多了 這個也是一樣 好這樣就可以靠上去了 好該這個插銷齁 再把它插回去 好這要對準螺絲 對準它那個孔齁 好 好鎖好之後這個外蓋 好戶蓋不要忘了蓋回去 好還有剛才這一個 好這一個煞車皮厚度感應器 好稍微整理一下 一樣把它插回 來我們看這裡 好這一樣把它插回 你看它插在這邊就是 應該現在很厚嘛 所以離這個煞車 煞車跌很遠對不對 你越容易保住 越來越進 越來越進 進到最後碰到 磨到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警告了 好這原理就那麼簡單 好應該把它插在這個 最底部的位置 好最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這一種 這一種單活塞 因為剛才它只有單側 單側在施壓 等於是靠這個卡鉗 在這個總層件裡面 左右 好有一點橫移的作用 所以呢 它這個 它那個滑槽是橡皮的 所以在這一側呢 如果說沒有固定住的話呢 會有點向外的吃力 等於會有點變形 所以呢 外面還要一個這個扣環 好 勾住 讓它呢 跟這一個總層件 剛剛的支架呢 它是有一點支撐的關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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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